今天我们来做这一题 看上去好像不可能的积分题 那这个是一个不定积分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的反导数找出来 然后最后呢 不要忘记加那个C 所以现在赶快暂停一下影片 先试试看这一题 然后再看我的解答哦 做完了吗 好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首先的策略呢就是 先试试看把U设为里面 然后做个变数变换嘛 然后 然后希望可以看出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是怎样把这个式子化解 那我们赶快在这边做 U设为X乘以sinX加cosX 然后赶快微分它 DU会等于 OK 这边需要用到惩罚法则 所以呢我们写X 然后为sinX得到cosX 加上留住sinX 然后为这个X 然后再来呢 cosX的导数就是-sinX 那我们发现到 这个sinX呢 这个减掉sinX他们就消掉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DU其实蛮不错的 就是XcosX而已 OK 不OK啦 因为原本这边的上面是X平方啊 啊 我们要X一次方 然后还有一个cosX 所以怎么办 想办法要我们要的东西咯 所以呢我们这样子看 首先把这个X平方呢 拆开为X乘以X 同时呢我们要有这个cosX嘛 所以在这边我们乘上这个cosX 这一部分用变速变换 那秦伦第一个部分怎么办 如果我们有一个部分是可以积的 那我们就试试看去为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用这叫什么 integration by parts嘛 分布积分法 然后试试看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那我们在这边把它的步骤写下来 D跟I D是to differentiate 就是去尾分 然后I就是to integrate 就是去积分 然后加减 来我们要积的部分呢是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先看那个哦 所以X乘以cosX over这个XsinX 加上cosX平方 那去积这个的话就是做变速变换 然后我们就是u平方嘛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底u了 所以就是去积u平方分之1 那会得到负u分之1 所以上面会是负1 下面会是u的一次方 那u就是这个 所以就是XsinX加上cosX 搞定 再来我们去为 那个部分就是X除以这个cosX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得用到处罚法则 所以赶快在下面呢 开一个平方嘛 就是cosX 然后平方它 上面会是有cosX先 然后乘以这个X的导数就是1 再减掉这个上面的X 然后乘上下面是cosX的导数 那就是负3X 那负负得正 然后这边有3X 好 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都有了 赶快 这个乘上这个呢 是我们答案的第一个部分 上面会是负X OK 上面是负X 那下面呢 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嘛 我们有cosX 然后乘以这个X sinX加上cosX 那是答案的第一个部分 再来咧 我们必须要把它们两位 这个肉 这个很的这个 相乘 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积分里面 然后负负得正 所以我们要加上那个积分 那各位请看呢 当我们把它们两个相乘的时候 很棒的事情就是 这个是cosX加XsinX 跟这个XsinX加上cosX 一模一样 顺序不同而已嘛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们消掉 所以咧 我们就会拿到cosX平方在下面 我们这样子写 然后上面呢就是1 然后DX 然后负负我们已经照顾好了 就是这个加号 那请问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积分 secant平方X啊 所以答案是什么 就是tangX OK 所以我们积分的部分呢 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答案呢 其实可以整理的蛮好看的 所以我们继续下去 首先呢 再把这个写下来 这个tangent呢 我们就把它写的像是 sinX over cosX OK 那这个时候咧 我们加分数嘛 我们赶好弄个通分一下 所以就是这边乘上这个 xsinX加cosX 然后上面也做同样的动作 xsinX 然后加上cosX 再来我们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有个大分数在这边 所以是cosX 乘以这个X sinX 加上cosX OK上面是-X 然后再来把它乘开嘛 所以就是加X 然后sinX乘sinX 所以就是sin平方X 然后再来这两个就是加上sinX乘上这个cosX 搞定 没有 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sin平方X啦 是什么 1-cos平方X嘛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X呢乘进去 那首先看好了 这个-X 然后这个是正X 所以它们两个会消掉 很棒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拿到什么 X乘以这个 那我们这有个cosX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因次分解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写 cosX OK 这个cosX的factor嘛 这个也有 把它因次分解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乘这个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个X 然后这个负的 原本是两次方嘛 我们拿一个出来 所以呢 还有一个 这样子 那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cosX拿出来了 所以就是加上sinX OK 然后各位观众 我们把这个over 这个下面的就是cosX 然后再把下面的分母再写一次 就是x sinX 掐上cosX 对不对 这个吸血的好丑 坏习惯我知道 我们怎么样呢 yes 把这个cosX cosX呢 完全消掉 那一般呢 不要在这边结束了 把它再写的最好看一点 OK 这样子就完全完全搞定了 所以呢 最后再加一个c 然后我们就把它框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答案啊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 怎么有这种题目的出现吗 一般啊 就是有一个很恐怖的式子 那我们就去微分它 如果它化解得很好的话呢 咦我们就可以弄出一个很好看的积分体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来在你们走之前呢 我留一个问题给你们 跟这种做法呢 有点相像 所以呢 你们自己去试试看 就是要 去整理一下原本的式子 然后做一个分部分 就是做一个integration by parts 这个问题呢 就是 如果上面我没有lnx 然后下面是 1加lnx 然后平方它 我跟你说 如果没有平方的话 我猜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有平方其实是可以哦 来 这题呢 交给你们去做 然后你们 在下面跟我答案 就跟我讲说 这个答案是什么 OK 希望各位会喜欢 那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积分题的话 看一下播放清单吧 就这样子